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我是海青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款香辣血菜肉丝米粉 图中显示的就是我们需要的材料和调料 一个月以前我腌的血绿红可以吃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观看我的腌血绿红的视频 血绿红清洗一下,然后切成碎末 放在清水里泡一下,泡上10分钟到15分钟吧 这样可以把多余的盐分泡出去 米粉我用的是这种姜细米粉 我比较喜欢它的口感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通常都会提前把米粉用温水泡上一个小时以上 使它变软,这样煮的时间会比较短一些 泡好的血菜末再次清洗一下,然后把水分钻干 我自己腌的泡椒切成小块,然后葱,姜,蒜切成小粒 底肌肉切成细丝,然后用五香粉,生抽和料酒 这样加一些盐,腌一下入味 小油菜洗净,开水里加少许盐,少许油 这样把小油菜烫一下,捞出备用 泡软的米粉,开水下锅,煮透 煮到咬起来没有硬心,QQ的感觉就可以了 煮好的米粉过一下水,去除多余的米浆,然后放在碗里备用 我这个是两人份的,分装在了两个大碗里面 炒锅里放少许油,等油热了以后呢,把葱,姜,蒜末放进里面去煸炒 炒出香味来,之后呢,我们再把泡椒放进去呢,继续煸炒 炒到这个佐料呢,的香味都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把腌好的肉丝放到里面打散 继续煸炒 炒到这个肉丝呢,变干,里面的油和水分呢都出来了 然后呢,我们再把雪菜,雪菜末放进去,继续的煸炒 这个要多炒一会儿,这样使得这个肉香和这个雪菜的香味呢,能够更好地融合到一起 炒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水分了,我们加一些料酒 再加少许的生抽 继续煸炒,大概半分钟左右 我们这样就可以关火,那香喷喷的雪菜肉丝就可以出锅了 准备好的米粉碗里,放入烫好的小油菜 然后加入煮开的鸡汤 这个鸡汤是我自己用鸡骨架熬的 你也可以选择用超市里卖的现成的盒装鸡汤 然后帮我们炒好的雪菜肉丝铺在米粉上面 再撒少许葱花,然后加一些花生碎 这样香辣雪菜肉丝米粉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更辣一些呢,可以再加一些红油 如果你喜欢吃醋,那就加一些醋 也可以加一点白胡椒粉调味,看你喜欢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吃起来了 这款雪菜肉丝米粉,香辣解馋,非常的好吃 可以试一试哦 谢谢观看,再见